OK,歡迎來到BlenderFantasy奇幻場景3D概念設計 所以在這個教學當中我將會演示關於這張圖跟這張圖的製作過程 那其實我在使用的技能跟我在Blender當中所做的操作 我可以說都還蠻簡單的,其實就是把東西移來移去 然後我使用的3D的素材還有整個設置其實都很簡單 然後素材完全就是現成的,就是我直接使用別人的模型 然後就在我的畫面裡面移動來移動去 那真正我們在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把一些素材應用在我們的場景當中 還有就是移動來移動去,或者有的時候使用一些簡單的modifier 一些修改器,也就是像鏡像,或者是array,排列,或者是who knows what else 但是這些東西是怎麼樣去,就是我們要把這些東西擺在哪裡 那對我而言就是我會介紹我在做幹線設計的時候的思考方式 就是關於造型語言,它的gesture,它的這個動態,跟它的flow,它的這個動線,或者說一個趨勢 我們跟隨趨勢去排列我們的物件跟增加我們的圖形 然後去思考比例關係就是大中小 然後把這些東西結合在一起來設計更為複雜的造型 還有怎麼樣去引入到更多的造型語言 就是說我們有了基本的架構之後 像是我的這幅概念設計的作品是加入了更多像水的流動的造型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去把一個抽象的概念變成視覺的圖形 然後把這個圖形變成一個指引我們的場景設計的一個方向 然後這些概念本身並不複雜 但真正複雜的這張這些東西全部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又做了另外一個演示 然後我必須要坦承我覺得我第二張做的這個演示的效果更好 就是色彩各方面我覺得是更好的 就對我而言 那這其實也帶出另外一個概念 我們在擁有這些知識跟技能還有軟體都非常的容易使用的情況下 我們接下來做的事情就是不斷的去練習來提升我們自己對美感的敏感度 然後還有就是隨機漫步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一些好的結果 就像我創作了第二張圖的時候我發現它的效果是比第一張圖更好 那對那關於我 我是一個概念設計師工作於遊戲跟電影產業 那如果你感興趣的話你可以在linkin上面我的linkin看我的專業經驗 然後在artstation跟instagram看我的作品 那不要忘記看youtube上面的資訊欄 你可以找到我所使用的模型 就是還有這些這整個檔案 你可以跟著我的教學去一步一步的也做一些你自己的酷東西 那yeah very exciting 讓我們開始進入到下一個章節嗎 感谢观看